商务部近日向海关总署发送了一份咨询函 认为向iPad征税有为WTO规则 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重要承诺 就是对各类计算机实施零关税 海关总署今年8月颁布了第54号公告规定 对于入境旅客携带的超出5000元人民币的 个人自用物品需征税 不可分割的单件物品要全额征税 而各方更为关注的是 iPad这样的电子产品要征1000元的税